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绝对的也可以 也是相对的也可以 明白 好 大家抬头看啊 我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个晒一下 稍等啊 我在晒一下有一个 哎算了不用晒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啊 然后 随便嘛 态势的 就是晒一下是不是有个态势的贴着贴啊 里边有东西 然后呢 我想在中端里边看一下这个文件里边的东西的话 怎么弄啊 是不是Kat 加上Test的TST 大家抬头看 他就会将Test的TST当中的东西 是不是给我显示到屏幕上 那也可以怎么样呢 同学们 CET TAT 加上什么呀 绝对路径也可以 HOME 下的 T-shirt下的 Share 下的谁啊 Test的TST 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谁啊 哦 刚才是哪里的 刚才是那个T-shirt下的是不是啊 那 CET Kat 我说是HOME T-shirt下的Test的TST 是不是也可以啊 是不是啊 那Kat后边跟那是相对路径也可以 绝对路径也可以啊 那相对路径的话 是不是你点斜杠Test的TST 和这个 如果是当前路径下的话 你也可以不加点斜杠 直接Test的TST 是不是也行啊 明白 啊 查看文件里面的内容 然后RM是移除的意思吧 remote的意思 是不是啊 然后呢 RM的用法 其实也给大家讲了 RM是不是你 它的用法就是RM 加上选项 加上你文件 或文件夹的名称 是不是路径或名称 可以这个 可以删除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删除多个 是不是给大家演示过呀 然后注意 你RM也可以 直接加上文件的名称也可以 你也可以加选项 -RF 那个R是不是 上文件夹的时候 必须加-R F是不是强制删除 是不是同学们 后边可以 跟一个或多个文件 好 下头头看 CD是这样 我想删谁呢 想删掉 Test TDT 然后删除 未命名的文件夹 未命名的文件夹 是不是啊 可以删两个 诶 不让删 是因为什么呀 是不是少了 那个杠什么呀 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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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杠2是不是 诶 诶 RM杠2 不行吗 哦 他说那个已经删除了 那个文件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是不是删的时候 可以要删文件夹的话 是不是 啊 加-RF的话 是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这个文件 已经没有了 你还想删它的话 你是不是 强制删除 它就不报错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好 了解一下哈 这是RM 杠谁 我是不是可以带多个 RM杠多个东西 是不是啊 选项呢 你可以带-RF 好了哈 CP呢 是复制的意思 咱们在Windows下 是不是有机复制粘贴 是不是可以复制粘贴东西啊 那 CP 加选项 加上原文件 或文件夹的路径 或名称啊 目的路径 就是考到哪里去嘛 举个例子 CP-2 是考文件夹的时候 是不是带-2呀 是不是同学们啊 -V是显示拷贝进度 你加-V和不加-V 你看一下区别就行了 明白没啊 那PEST的TNT 就是我要拷贝 TEST的TNT 考到哪里去啊 是不是考到这个目录下去啊 好 我演示一下给大家看哈 你看 RM 我讲了吧 TEST TEST的TNT 大家都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个TEST的TNT啊 拷贝的话 我再建一个 T-O-U-C-E的TEST TEST2的TNT 好 那我想拷贝这两个文件到TEST当中去的话 怎么考啊 是不是CP TEST的TNT TEST2的TEST2的TNT 考到TEST当中去 你看 刚前目录下 是不是还有啊 然后进入TEST看一下 是不是也有 这就复制了啊 好 然后咱们再加上那个 -什么呢 -那个 -V 试一下 TEST 这个加上这个目录 加上TEST的TNT TEST2的什么呀 TNT 考到哪里去呢 考到TEST1这个目录下 他说略过目录 TEST CT TEST1 听一看 是不是没有考文件夹呀 就是因为我刚才拷贝的时候 没有加什么呀 就没有加杠二 明白了没有 没有加杠二 好 然后C RM新发吧 新发 删掉了哈 没有了 TEST1里边 然后我重新再拷贝一下 大家偷偷看 诶 哪里去了 在这 是不是我考贝的时候 加一个什么呀 杠二 再加一个杠V 诶 大家看 考贝的时候 是不是它显示了 考贝进度 是不是将 当前TEST的目录下的 哪一个文件 考到哪里去 是不是 同学们 这是杠V的这个功能 好 总之这个CP这个命令就是 杠二杠V 考文件夹必须在杠二 杠V呢 是显示那个进度 考谁呢 可以是多个文件 或文件夹的路径 这个最后一个 是不是目的路径啊 好 了解一下 MV呢 是剪切的意思 用法是不是跟CP差不多呀 好 那 它的用法就是 MV加选项 加要剪切的文件 或目录 后边是不是目的路径啊 哎 然后大家抬头看 这一个 那 TEST的上路 是不是有东西了呀 RM新花 没有了 然后大家看 我MV 这个TEST的TST TEST的2.TST 我可以加什么呀 是不是 加那个杠V的话 是不是显示进度呀 然后考到哪里去呢 考到TEST的目录下去 走 是不是它显示了 那个剪切进度啊 是剪切哈 LS看 刚前目录下面两个TEST的 TEST2的贴子器 是不是没了呀 到哪里去了呢 是不是到TEST里边去了 是不是同学们 这叫剪切 这叫剪切哈 注意 如果原文件和目的文件的路径 在同一个路径下 相当于重命名 比如说 我MV TEST的TST TEST2的TST 相当于给TEST的T 重命名为TEST2的TST 好 大家抬头看这个例子 KM TEST2的TEST2的TEST2的TST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有个TEST2的TST啊 我MV TEST2的TST 叫什么呢 叫AEAEAEA什么呀 TST 这个都是当前目录的呀 走 LS看一下 你看TEST2的TST2是不是没有了 现在有的是AEAEA的TST啊 是不是相当于重命名了 是不是同学们 如果在同一个路径下的话 相当于什么呀 从命名 从命名 好 刚才咱们是不是make.dr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 touch给大家讲过了 touch相当于是创建文件 再说一下吧 touch加上你文件的名称 aaa.c 大家看 是不是能创建这么一个.c 是不是 touch加上你文件的名称 或路径 是不是 他能帮你创建一个文件 那个make.dr我还需要补充的是哪呢 就make.dr是创建一个目录吗 文件夹吗 是不是 如果地规创建的话 需要加-p号 这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 你举个例子 我想在这创建什么文件夹呢 make.dr创建文件夹 比如说叫强强 强强下我建一个什么呢 叫陈哲 好 强强下建一个叫致名 致名下建一个叫机遇 好 走 他告诉我什么呀 无法创建 是不是无法创建这一个目录呀 没有那个文件和目录 他说你想创建机遇 结果前面这几个是不是都还没有呢 好 大家在头看 是没有 没有创建 那如果咱们想创建的话 要让它逐层创建的话 是不是得加一个什么呀 杠P 明白没有 糟 是不是成了 LS看一下 是不是有个强项了呀 强项下有个什么呀 是不是有个陈哲啊 进入陈哲之后 你会发现有个什么呀 证明 进入证明下 你会发现有个什么呀 机遇 机遇是不是应该是最后一层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地规创建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啊 好 你说你地规创建多层目录的话 必须带什么呀 必须带 必须带这个杠P 是不是啊 Touch创建文件的话 就是Touch加上文件的名称 或者是斜杠Home 斜杠T-shirt Test T-shirt 它是不是就在Home T-shirt下加一个Test Test T-shirt啊 了解一下啊 T-shirt下加上文件的名称